欢迎大家来到思维空间 今天我们会谈到 开悟的人都是反人性的高手 在人生的迷雾中 又是我们觉得自己被无形的链条所束缚 这些链条很多时候是我们对人性的理解所形成的 所谓的人性广义上是指人类共有的心理和情感特征 它塑造了我们的行为和反应模式 这种内在的驱动力让我们在面对选择时 往往会有一种本能的反应 比如面对优人的美食 即便是在兼职减肥的人 也可能会偶尔放纵一下自己 这并不单纯是意志力的问题 而是深植于我们内心的求生本能在作祟 在远古时代 食物稀缺使得抓住每一个进食机会成为生存的需要 然而如果我们总是顺应这种本能 可能就会在生活的某些方面失去控制 真正能够引导我们走向更好生活的 往往是那些能够超越即时满足 进行长远规划的能力 很多成功人士的成就 恰恰在于他们能够管理 并超越自己的本能反应 他们不是没有欲望 而是学会了控制欲望 将其转化为推动自己向前的动力 例如 在面对即时的快乐和长期的目标时 能够选择后者 这就是一种超越传统人性的行为 通过培养自制力 我们不仅仅是在反抗人性的束缚 更是在用更高层次的自我意识来重新定义它 让我们在认识到自己的本性之后 学会更好地管理它 不被它所限制 而是用它作为成长和进步的助力 这样我们才能在复杂多变的生活中 找到自己的方向 过上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 一 控制本能 莲花中有一段深刻的话 如果预知结局只带来离别与伤害 那么我们应当拒绝开始 人们的欲望和弱点 需要被理智所控制 不是每次感到饥饿就应当吃东西 不是每次疲惫就应立即休息 这些都需要我们的意志力来掌控 这段话向我们揭示了自控力的重要性 也让我们更清楚地理解了人类行为背后的本能动力 例如 一个人虽然体重已高 但还是想要继续吃东西 这是很自然的 一个人虽然经济拮据 却不愿意工作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一个人虽然相貌平平 但期望找到条件优越的伴侣 这同样很普遍 这些都是人的本能反应 是正常的人类行为 然而若要在社会中生存并成功 关键是认清并理解这些本能 正如打牌一样 每个人坐上牌桌都是希望获胜的 竞争和胜利的欲望是人的本能 是人性的一部分 但仔细思考 无论输赢 最终的结果又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呢 很多时候 我们之所以无法放手 不是因为这些事情真的重要 而是因为它们触动了我们的本能 认识到这一点 放下那些不必要的追求 我们才能真正掌握自控的能力 作家莫言曾分享过他的经历 他曾沉迷于下棋 直到发现可以通过电脑玩棋 这使他无需等待对手 他开始每天对着电脑下棋 直到有一天他意识到 这样的生活并非他真正想要的 他意识到 下棋的胜负并不重要 有时候我们被人性中的执念所驱动 而真正的自我控制 是去逆自己的本能行事 在这个社会中 那些能成为领导的 业绩卓越的员工 成绩优异的学生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不被情绪欲望或本能所左右 他们学会了如何管理自己的内心世界 从而领导和激励他人 二 戒掉妄想 在网络上曾看到这样一个问题 年轻人应该放弃哪些习惯 其中一个得到广泛赞同的答案是 远离那些描绘草根逆袭的浅层电视剧 和充斥着八道总裁的肥皂剧 多花些时间观看纪录片 你会发现这样做能大大改变你的人生 为何这类轻松剧集和小说如此吸引人 它们迎合了我们的人性 寻求轻松的途径和幻想 自己能一夜之间改变命运 虽然我们内心知道这些几乎不可能实现 但仍然无法抗拒 当你沉浸于这些幻想时 可能不会立刻感受到损失 但长此以往 这些幻想可能会导致你的生活质量下降 一个常见的例子是制定计划 许多人在经历不顺利的一天后 会制定充满挑战的计划 希望通过这种方式 为自己带来一些安慰 这种行为可以立即带来满足感 让人在制定计划后 安心地享受休闲或休息 然而现实往往是 那些未能完成今天任务的人 同样难以完成明天的计划 这种计划实际上带来了什么 它提供了一种暂时的安慰和满足感 这种看似合理的幻想 似乎让明天成为解决今天问题的方案 但反复这样做 最终生活的状态并未有任何改变 整整想要改变生活的时候 我们不应该简单地顺从这些欲望和幻想 反之我们应该直面现实 承认并处理目前的挑战 即使这意味着短期内的不是 这样做比将来因为未能采取行动 而后悔要好得多 心理学家伍志宏曾指出 对自己苛刻地追求完美 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他人的爱和认同 使现代人常见的内心困扰 在我们的社会中 人们常常被各种人际关系和外界的期望影响 这里的人际关系并不仅仅是指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方式 它还涵盖了在与人交往过程中 我们所感知到的各种评价标准 以职业为例 社会普遍传达的观念是 人应该拥有一份稳定而体面的工作 或至少是收入可观的工作 这种外界的期望 不仅创造了一种社会分层 还可能让个体为了符合这些标准 而自我贴标签为不够优秀 这样的社会评价系统 往往导致个体不断地自我消耗 例如 如果一个人性格内向朋友不多 他可能会开始质疑自己是否有问题 如果收入不高 可能会怀疑自己的能力 如果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伴侣 可能会认为自己不够好 我们是社会性动物 本能地希望获得他人认可 但我们也应该时刻反思 这些真的是我所追求的吗 有趣的是 演员拉姆扬子曾在高中时 写下这样的话 如果你只是想找一个漂亮的女演员 随便哪里都可以找到很多 但如果你想找一个有个性 自信幽默的女性 那么只有我一个 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女 但我是独一无二的 绝无仅有 那些被外界评价左右的人 往往难以真正享受人生 只有那些敢于走自己的路 忠于自我 才能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道路 而更重要的是 当你真正做自己时 也更容易找到真正理解 并愿意陪伴你的人 富兰克林曾说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勤奋 诚实且自律的人会埋怨命运不公 良好的品格 坚持的习惯和坚强的意志 都不会轻易屈服于所谓的命运 在我们的世界里 许多人觉得自己的生活不尽如意 甚至有些人觉得自己命运多舛 然而在抱怨生活和他人时 我们应该意识到 改变现状的力量 其实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众所周知 揽在床上是舒适的 不加班自然快乐 但总有些人能够克服诱惑 以坚定的决心和毅力 去追求他们的目标 这样坚持不懈的努力 最终一定能带来令人满意的成果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影片 你都可以点赞订阅分享 以及留言 我们在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